重泡一杯香濃咖啡 是许多民众开启一天的日常 但却有民众到了美式卖场买咖啡豆 却收到来信说产品有问题 满心期待拆封要准备自煮咖啡 但还没打开已经有个开口 有网友也说收到异常商品通知 消费者如果是在5月22到6月9号 买过这款有机咖啡豆 请不要食用 并通知将商品带回卖场退货 我觉得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可能它出厂就已经有问题了 卖场回应市场上生产时 少数商品包装未完全密合 即便商品可以退货 但就怕有不知情消费者已经吃下肚 毕竟不知道咖啡豆暴露在空气中多久 尤其咖啡豆最怕受潮 独立专家就说小心折去毒素 在一个礼拜之后 它的这个毒素就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如果买了这个东西再喝下去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造成一些伤害了 我们通常都会着重在哲区毒素A 主要原因是它的毒性最强 哲区毒素有三种 一旦误食哲区毒素A 很容易累积在体内难以排出 长期恐怕会造成肾肝等病变 过水加热也都没用 因为就连用200度烧烤5分钟 也只能够破坏7成毒素 重烘焙10到20分钟也还有2成毒性 有毒素的咖啡肉眼根本难辨 专家说只能一颗颗检查 看有没有发霉 更安全的做法是开封超过7天 喝不完就得丢掉 保障食安消费者也得自己把关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明神八方式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